吉安乡公所庆祝112年父亲节 以金牌爸爸为主题 表扬了全乡有24位模范父亲 和10位的好人好事代表 乡长游淑珍表示 父亲坚定的力量就是稳定家庭的基石 今年特别增加好人好事代表的表扬 赞许各项爱心与行 为吉安乡注入正向能量 吉安乡公所庆祝112年父亲节 以金牌爸爸为主题 表扬全线有24位模范父亲和10位好人好事代表 乡长游淑珍表示 每一位父亲来自百公百业 创造自我生命故事 不只是各界的楷模典范 更是家中的强壮靠山 而今年特别表扬的好人好事代表 都是爱心服务热心公益 值得大家共同来学习 吉安乡爸爸节金牌老爸登场 以及好人好事代表楷模出炉 我们相信承担起国家以及社会 还有家庭能量的爸爸 跟好人好事代表 一同来接受我们吉安乡的感谢跟祝福 我相信劳苦功高的爸爸 为家庭付出奉献毫无怨言 让我们的好人好事 在社区巷弄邻里 也承担起社会国家的能量 来自于百公百业 我们感谢他 更要祝福他们健康平安 更要献出我们大家的一个感谢跟掌声 祝福他们未来的每一天 都能够是称职的金牌老爸 和永远的好人好事代表楷模 吉安乡公所透过各村领长的人选提报 并由评审委员决选24位模范父亲 和10位好人好事 其中模范父亲林国贵代表吉安乡 接受县政府表扬 乡长游淑珍希望透过表扬活动 肯定父亲为家庭奉献的辛劳 也勉励为人子女者要及时习校 更呼吁大家能够关怀邻里 热心公益 共创祥和友善的幸福生活 介入委会吉安乡报道